酷地肥巧克力出口全球四十六国 今天我们来到了绵羊三台繁总的一个西瓜基地 繁总你好 咱们这边种的全是西瓜是吧 这边大棚全是你的 大概多少亩地啊 这边种了 三十五亩 三十五亩全是大棚西瓜 全是大棚 那繁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我们的巧克力的呢 今年三月份嘛 今年三月份才开始接触我们的巧克力是吧 就开始用下去了 那用过我们的巧克力之后 咱们在咱们西瓜上有什么就是变化没有和网莲子 因为网莲变化就是时间可以长一点西瓜吧 就是早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早摔要早早一点是吧 今年就是时段就延长了是吧 啊就是就是 还有另外就是我听说 凡总你这边的一个就是咱们西瓜的一个甜度也比网莲提升了是吧 比网莲提升了一点 哦网莲大概是在多少呢 网莲吧一般的是十二个嘛 十二个 今年用了巧克力之后就提到多大概多少 十四个 哦这些都是你自己测过的是吧 对品项也是比网莲的好得多是吧 那咱们像叶叶叶叶的话是网莲的是不是已经都是已经枯黄了是吧 就是黄色就变就已经摔完了是吧 今年的话就是已经还是绿优了是吧 是是 那咱们这边今年的话就是 一共采摘了几匹瓜呢 现在这是第二匹瓜吗 第二匹瓜是吧 第二匹 你还可以再走一匹是吧 还可以走一匹 就是我听那个咱们这边 宋主这边说你这边的话就是网莲的话就是咱们用肥的话 网莲没用巧克力之前 用肥用的是很多的是吧 对 那就用了巧克力之后基本上就是 就是配个缝肥用就行了 其他的都不用了是吧 也带的是牛酸二斤甲就带着牛酸二斤甲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没怎么用的是吧 那相当于变相的把咱们成本也是降临下去了是吧 成本降下去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因为咱们巧克力之后确确实实 在咱们的西瓜作为反应也是非常好的是吧 那咱们一起给咱们巧克力点个赞 巧克力 可可丽